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小爱老师的网课 上一期呢,我们已经学过了五年级科学第二课 人类,那就是人体的骨骼系统 那这一期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那什么是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呢? 有没有看到这张图? 这是我们的人体,那我们的心脏呢,就从来没有停止跳动过 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血液停止循环的话 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OK,好了,成年人呢,体内也有五公升的血液 那血液在人体内循环流动 五公升是多少呢?那老师来给你看啊 比如呢,一瓶可乐是一公升 那我们的血液就大概有五瓶可乐这么多 五公升 血液循环系统呢,它所涉及的四个主要的部分有 首先有心脏 我们的血管 血液 还有就是我们的肺 那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心脏 在我们的身体的左边上方或左边 那心脏呢,就能把血液推送到我们的肺和我们的前身 同学们,你知道吗? 我们的血液以心脏为中心 在我们的前身循环流动 所以我们的心脏呢,每分钟跳动大概是七十至七十五次 所以每天大概跳动十万次以上 血管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身体的血管 身体有好多的血管 那血管呢,能够把我们的血液输送到我们前身 把血液输送到前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啊 那我们来观察 接下来就是这个视频 好多的血管啊 从我们的身体 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脚步 OK,那血液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这一颗颗的就是血液啊 这是红血球 血液呢,可以把氧气和营养素输送到前身 它也可以把二氧化碳和其他的废物 收缩,膨胀收缩 当吸气的时候,肺就会膨胀 呼气的时候,肺就会收缩 所以呢,肺的功能呢 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场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 这次的故事啊 希望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呢 同学们可以更了解 血液的长途旅行是怎样子的 首先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血球啊 就是我们的血啊 人体给你氧气 你看,这是我们的血液 它手上哪子就是氧气 它把氧气交给这个细胞啊 所以细胞很开心得到了氧气 那这个血液呢 就继续的推动它们的四轮车 推到这里 然后呢,细胞呢 就把它们手上的二氧化碳交给这个血液 所以氧气交换 二氧化碳 那来到了这里呢 第三,我们的氧气减少 二氧化碳增加了 所以呢,这个血液就跟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 别担心 我们现在就到心脏那儿去 那血液呢,它不够了 你看它车上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 而红色的氧气全部给了身体的细胞 所以呢,它就要到心脏去拿氧气 所以它就去到了心脏 所以呢,它就来到这里 前面就是心脏的入口了 你看它推着满满的二氧化碳 比较多过氧气啊 它推进了这个心脏 所以心脏里面这一边呢 就有好多的二氧化碳了 然后呢,心脏就把我们推送到肺部去 那心脏呢,就把这些血液呢 推到肺部去 推到肺部去 推到肺部去之后呢 那进到肺部里面 所以肺部里面呢,有氧气 也有二氧化碳 所以这血液呢,就在肺部里面 就吸取更多的更多的氧气的这个血啊 所以这个血液呢,就回到了心脏 你看它回到了心脏 所以注意到吗? 这四轮车上的现在不是二氧化碳了 现在是氧气 所以呢,它把氧气推进了心脏 啊,推进了心脏 然后呢,又送到人体的各部位去啊 这是重新的 在这里呢,重新开始循环 OK?重新开始循环 回到人体的各部位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 血液循环系统与肺紧密合作 确保,确保人体各部分都能获得所吸的氧气 那我们观察一下的血液循环的途径啊 那来看看 首先第一,血液里的氧气将进入人体 同时呢,人体所产生的这个排泄物和二氧化碳呢 就被带到血液里啊 那氧气在这里 然后二氧化碳和排泄物就带到血液里 过后呢,来到这里呢 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 在血液里 然后呢,它就进入了心脏 啊,这里很多的二氧化碳 像老师刚才给你讲的故事哦 然后呢,并被推送到肺部去 从这里呢,从这里呢,推送到肺部去 去肺部做什么呢? 那二氧化碳通过这个血管呢 进入我们的肺泡 然后呢,并被呼出体外 呼出体外 进入我们的肺泡 然后进入我们的肺,呼出体外 然后呢,肺里的氧气 透过肺泡 进入了这个 我们的血管 所以呼出二氧化碳 然后呢,就氧气又再重新 通过肺泡 进入我们的血管 过后怎样呢? 它重新装载了 有丰富氧气的血液 然后被输送到我们的心脏 所以这里呢,红红色的 就是代表很多的氧气 被带进来了 其实它也有二氧化碳 但是二氧化碳的成分 比氧气还要少啊 这里是我们吸进来的 这个氧气会比较多 所以氧气被送到心脏之后呢 啊哈,什么事情? 氧气的含量较高的血液呢 就进入我们的心脏 并被推到人体的各部分 从这里啊,我们心脏这里 然后又从这里推出来 来到人体的各部分 啊,是不是比较了解一些呢? 啊,如果不明白 老师画了这个图给你看 从这里 啊,同学们看到吗? 血液里的氧气 啊,进入人体 同时人体产生的排泄物 二氧化碳 就被输送到血液里面 然后呢 啊,二氧化碳较高的就来到了 心脏 在心脏呢 就会被推到 被呼气 我们呼出去 然后呢 二氧化碳呼出去 氧气就 再吸进来 啊,所以氧气被吸进来之后呢 就又再回到我们的心脏 啊,然后 富有氧气的 啊,这个血液呢 啊,就会被推到 人体的各部分 推到人体的各部分 所以呢 就导致了一个 循环 从这里 到这里 回来这里 所以呢 比较少氧气的 这一边 我们叫脱氧血啊 脱氧血 就是切少氧气 而这一边呢 比较多氧气的 这一边呢 叫做含氧血液 含氧血液 就是含 较高氧气的血液 啊 OK 所以这是心脏 这是我们的肺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二氧化碳 含氧较较高的途径 这一边呢 这一边就是氧气 含氧较较高的途径 接下来我们来看 血液循环 对人体的重要性 那血液循环 有什么重要性呢 血液循环 系统把我们的氧气 和营养素 输送到人体的各部分 所以氧气和营养素 成为人体 给人体提供能量 可以维持生命的过程 那人体呢 各部分在进行生命过程时 也会产生有毒的废物 所以呢 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呢 它又可以把这些废物 从人体的部分 带到我们的排泄器官 如我们的肺和我们的神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 惨爱老师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 拜拜